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 民意老子 气可小康的憧憬直接化为现实 国家发展到现在 一亿贫困农村人终于全部脱贫 这绝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统计出来的数字 但数字背后是扶贫干部们不少心血的付出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但让西海过的村民们移民更难 西海过的村民深有体会生活环境有多差劲 一年之中就只有一场风 但这场风从冬天刮到了春天 与其去吃风沙不如留在山里吃土 土还比沙子细好消化 这些段子村民是信口捏来 想要发展种植业就得有土地 但在戈壁上开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以种植的地方都是村民们一下一下筛出来的 你注意让大伙都等着吃政府接近的粮食 有的家里贫穷到一条裤子几个人穿 谁出门了就给谁穿 有的人家为了嫁妆和几口粮食 直接把女儿嫁了出去 也不管今后女儿会生活的怎么样 扶贫干部送来的珍珠鸡养殖鸡种 也直接被文化低下的村民抓走吃了 说是同意移民 但是真正行动的时候又反悔 说不定移民之后的生活环境还不剩现在 这样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生活在底层的乡亲还看不到未来 他们只是一些装家汉 没有更大的理想的目标 想的就是把自己家的小日子过好 张嘉义也从雕顺子成功化身为代理村长马寒水 虽然生活质量没有差多少 但身份可是有很大的改变 而自马德福有出息 有上进心 有听话 根本不像雕菊花那样雕蛮任性 张嘉义脸上没有了顺贼网热的淳朴 反而多了一份农民式的精明 严妮饰演的杨献长 出场的装扮很是戏人眼球 妄言版的台词再加上他火爆的脾气 直接把杨献长这一角色引火了 在剧情的刚开始 训斥手下办事不力的干部 是直接将杨献长一心为民的形象展现了出来 其中说的一句 此前排端雄狐大暴征 死后脱沫飞气造理由 你当是大干暴征的 正式成为了全剧经典 这句台词火了 恐怕导演都没想到 剧中的演员们颠覆着传统的形象 刻意扮丑 将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的故事 展现得淋漓尽致 用高级的喜剧手法 塑造了一群鲜活有趣的人 我们一起期待后面的剧情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 点赞关注所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